今天是小黄姐们俩 大家好 我是安主公小米 我们去装个浴霸 把口罩还戴上保险 这几天干活就跟那顶峰作案是一样的 得有多大的胆量 40度的温差 看一看是什么效果 家里面穿背心 出去穿棉袄 今天给粉丝搞一个浴霸 在抖音上收到我 让我给装个浴霸 他之前的浴霸坏掉了 是灯坏掉了 然后厂家让他发回去 重新发了一个新的 用了两年 然后厂家又给发了一个新的 安装之前还是测试一下吧 机器没毛病在装 前两天装一个浴霸 刚好我试了一下 要不然上去麻烦了 换器不工作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款浴霸 其实这款浴霸比较好安装 也比较简单 稍微懂一点点的呢 一眼就看明白了 这边是一个司机插头 也就是输入主机的灵火线 看一下它顶着上面的结构啊 因为之前装过浴霸 然后上面预留了灵火线 红线 绿线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工 当时穿了一根护桃线 护桃线这个是六身的 就是我们装那种五合一按键式的浴霸 用的这个控制线 像它这个很简单 也是一目了然 灵火线直接接到主机 然后从护桃线取两根 和浴霸开关的控制线呢 接好直接送到开关 当然接的时候我们就随便学两根 然后记一下颜色 到了开关那里边呢 和原来的颜色一样 接上就可以了 装集成吊顶 好处呢就是想拆哪块拆哪块 现在我们把这个司机线 直接给它拆掉 然后火线零线 组电源线直接进主机 这个插头非常好用的 像我们搅磨机了电钻了 都可以用这个线 所以说拆下来不要浪费收起来 我搅磨机现在那个插头 就是用的浴霸的 像一些大品牌的浴霸 它那个司机插头的质量非常的好 其实那个线也特别的粗 一些小厂家生产的杂牌浴霸 它那个司机线 那个质量可真的是不行 太差了 输入的主线呢是2.5平方的 然后输出的是弱电线 这个白色的弱电线呢 和护套线直接列接 然后送到开关 从开关呢我们再接一下 把那个电路板上的个小插头线 接上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之前装过鱼吧 它那个烟管是8公分的 有点细了 所以呢要把这个原机带的10公分的烟管呢 给它换上去 这个触摸开关呢 还是上一个救济器的 现在我们把它拆了吧 这已经没用了 上面连接的时候也是红线黑线 所以说我们到下边呢 也用红线黑线 现在浴霸比较流行这种触摸式的开关 科技感比较强 但是也发现很多问题 类似这样的开关 老感觉很容易坏掉 难道技术不成熟吗 不可能吧 这个浴霸的前面板呢 一共有三个插头 一个是灯的电源线 一个是分摆电机的 一个就是温控显示的 三个数据线 卫生间我们做这个集成吊点 还是非常方便的 这样安装就好了 但是现在好多都流行石膏板吊点 不知道怎么检修以后 现在测试一下各项功能 一切都正常 这个浴霸还行 客户说之前那个浴霸用了不到两年 然后那个浴霸坏掉了 坏到了他找厂家 厂家呢 说那个已经停产了 然后根据他购买的价格呢 给他换了一个差不多的 所以说我们买东西还是选择一些大牌 这些最起码他的售后做的还是非常好 当我们的东西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联系售后 售后那会积极的给出响应 配合我们去积极的去处理 或者是维修或者是更换 这样的厂家路会越走越远 作为消费者那种体业感会特别好 这个活干完了 客户也特意留了我的电话 估计是对我的服务还是比较满意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